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的社会福利举世闻名 但繁多的资源常常使一般民众不知从何搜寻起 尤其是家有特殊儿童的移民家长 也许优心孩子发展的同时很需要政府资源的协助 却不知道如何着手取得 优势于2017年荣获今天是讲的原创纪录片 Rani the Justin 内容记述了一位母亲与他的特殊需求孩子 成长的过程 今天谁来做客 邀请到片中的母亲Ronnie 来与观众朋友们分享 她在儿子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间 寻求社会福利资源协助的心得与历程 盼望能够帮助更多 家有特殊儿童需求的家长们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Ann 欢迎收看谁来做客 今天很开心 Ronnie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欢迎Ronnie 安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Ronnie Ronnie我想请教你 美国社会福利非常的好 对不对 可是很多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 有哪些是大家平常比较不知道的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我也不是很清楚 然后真的是因为有 因为儿子有需要 所以我才开始慢慢摸索 然后上网去寻找这样子 那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其他的家长就是那种很小的时候 他就发现的话 那其实从早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社会福利 你刚刚说很早的时候大概是指几岁的孩子 像我自己的儿子是两岁九个月 那我知道有一些家长 不过有的小朋友是因为有生长 那所谓的这种比较心理层面的这个小孩 有的时候需要到三四岁 甚至更大 到青少年的时候才会发现 因为有些孩子不太有异样 那如果说是我们从小开始讲的话 就其实早聊就已经开始了 早聊大概是在几岁到几岁 在美国的话他有分之是零到五岁 那他就有一个机构 在加州我现在分享的是加州 这边是加州 对对就是他叫first five 对那这个机构的话就是在零到五岁 他会提供早聊 但是基本上就是你必须 如果是心理方面的话 你必须是有去做过diagnose 对要诊断才可以 对对然后你就可以去上网去找first five 然后他们有电话你就可以打电话去 那基本上你打过去的时候 他们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心理师 所以他需要再重新评估一次吗 他们会 他们会 就是美国的政府还是会重新再帮你评估过 但是你在你医院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诊所做的 他们也会供参考这样子 对那这样first five 他们能够提供怎么样的一个服务跟疗程 我自己比较清楚是就是有关这种像自闭症啦 或者是过动的话我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是如果所谓是自闭症 比较typical的自闭症的话 他们就是会有一些像space therapist 然后会有一些occupational therapist 只能治疗 对就是这方面你需要的治疗他们都会提供 那像这些提供是都不用钱吗 还是有什么样的 对 完全都不用 哇怎么这么好 就是加州政府所提供的 真好 所以他就看你的需要就免费提供给你各项的这些资源 对 就是他们会告诉你你的需要是什么 因为每一个个案不一样嘛 对对 那另外我也有点好奇哦 所以你们是需要带去那个机构去做这些治疗 还是说他会有治疗师到家里来看孩子 如果是医院的检查 先讲到私人自己付费的部分的话 就是你先你需要 因为医生你要带到医院去 医生要帮你做个别的检查 然后申请first five之后 也是要带到他们的 就是那个county的办公室去这样子 对 那现在讲的是零到五岁 那再大一点的孩子呢 还有什么社会护理 他是提供零到五岁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的话就是 其实在pre-school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介入教育 介入治疗 所以如果你回到公 到两岁九个月以后就可以上公立学校 对 然后就回到学校的 对那first five就会把他们的service 移转到公立学校来 真好 我想公立学校我们有另外一集特别在讲学校 那我们就先跳过学校的阶段 那其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福利 好 所以就是当你被diagnosed之后 你就已经是一个cat在那里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打电话到这个所谓的regional center 它是每一个county它都有一个regional center 然后你打电话跟他们就是告诉他你的孩子的状况的时候 他们就会给你他们就会指派一个case walker给你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正式进入的这个所谓的美国社会福利的系统里面了 哇很有系统耶 他们对对非常非常有系统 那例如说像我的小孩呢就是他会了解说你在公立学校已经有哪一些service 那例如说有时候有一些小孩会有比较严重的behavior的状况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看你真的有需要他们就会派这种所谓的behavior specialist 就是所谓的行为治疗师来家里面去观察 那他们也有提供这种所谓的就是有的孩子比较high function一点的 或是说可以被就是在家里可以有简单做一些家事的 他们也会有专门的训练人员来到家里教你的孩子怎么去治理 不过这些就是要看个人的个案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申请到这样子的需要 可能他要评估你的需要 看你需要什么再给你合适的 那这个会有地区性的差别吗 我们刚刚虽然是说是在加州 那加州可能有不同的county啊什么会不会有差别 有有像我们就有Santa Clara County 有Alameda County 所以就是你要去找你自己county的regional center 所以这是要自己主动去找 不是说他们会特别提供 还是你就去询问应该就可以 我想你住在那个city 你会知道你自己belong的county是哪一个 所以你就上网去打你的county的 像你都可以打Alameda County的regional center 那像我的话我是belong在Santa Clara Santa Clara 所以我就会去search我的 所以我的叫做Santa Andrea Regional Center 所以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 不过这就是说几岁的孩子都是适用在这样子的范围 就是从你的确诊之后 然后你进入这个系统案件成立之后 那他有说大概会到几岁 会不是说成年之后就不算了吗 没有就一辈子 对对就是regional center 你的case在里面它就是一辈子 除非你搬家 除非你搬离这个county 你搬到外州 那你就是要外州的这个 外州的系统 对对对对 那如果我现在讲的就是 像说如果我没有搬家 我就一直住在我原来的地方 那这个regional center 它就会handle我儿子的客室 case一直让他终老这样子 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福利 很多家长可能不见得知道 有这样子的政府有提供这个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要主动去问去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哪些的社会福利 像我们现在进入regional center之后呢 你的case worker就会告诉很多 就会跟你讲很多 你可以申请的 所谓州政府所提供给你的社会福利 例如保险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对其实加州政府有提供给 就是这些孩子有所谓的medicare 不是medicare是medicare 对那这个medicare的话就是 这些孩子他们就是 你可以under在这个下面去看医生 就不用在自己私人的医疗保险 对对对 不过我想大家 这个我必须真的先讲一下 就是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现在medicare 其实很多医生是不收的 对 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们可以自己再买个 自己的私人的保险的时候 再加上这个medicare 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 对就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保险的提供 因为medicare可以给付 就是你的私人保险 不给付的部分 你可以试着去申请看看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 其实真的蛮多的 再来就是有一个所谓的in-home 就是我们叫IHSS 就是In-Home Supportive Service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居家的照护 对那居家的照护 其实你可以找这种所谓的专业的care giver 你也可以父母亲自己 成为这一个照护的人 那那个他们就是 那in-home supported service 它就是也会有另外一个所谓的case worker 所以还又有另外一个 不是那个专员 就已经不是regional center了 就是这个IHSS 它又有它自己的case worker 那他们就是你也是一样 就是如果说你需要资料的话 你就打IHSS 但是这个其实regional center的case worker会告诉你 他们应该都知道 对他们会跟你说 他们都会讲得很详尽 但是你还是得必须要自己去申请 对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是新移民 或者是你的中文不是很好 他们有翻译 他们有提供翻译 对那你也可以要求说 你需要讲中文的这个case worker 就是真的加州现在是真的 很完善的一个 非常对 那像这样in-home的service supportive的这些service 大概有哪些 可以涵盖哪些 它其实就是因为 每个孩子不一样嘛 对不对 那像有的小孩是 他是生这样的 他就是可能全 全部的这个洗澡啦 或者是 其实每一个的状况不一样 但是它是提供你这个 照顾的hour的这个pay 对 所以如果说 但是它会来评估你孩子的需要 对 所以可能从一个礼拜 maybe两三个小时 到有的孩子是 可能需要几十个小时 对 那他就是 就是by hourly 如果说假设你是 你的小孩一个月只需要 差不多15个小时 那他就会付你15个小时的钱 那这个是州政府 他会拨款给你 所以你就可以请人进来照 因为我的父母亲要上班 对 那他可能就是after school 他的小孩需 就是可能 没办法在外面找到 这种照顾的地方 所以他就得放在家里 那他就可以请这个 care giver进来家里 那州政府评估你的需要说 他就会帮你付钱 给这个care giver 真的太好了 对 那有的是妈妈 自己本身没有在上班 所以妈妈也可以自己申请 就是家人其实也可以申报 是可以 对 然后就可以有那个补助的进了 那对care giver有什么限制吗 还是说就是你随意 你自己觉得合适的人都可以 都可以 不过这个care giver需要受过训练 对 那像我的话 我是自己成为这个招呼者 所以我就有去上 这个所谓IHH 他们会告诉你 你去哪边上课 去哪里training 对 然后你要通过这个 很简单的一个测试 之后你就可以成为这个provider 他就叫做provider 对 所以或许有些观众朋友如果想要找工作 也可以考虑这个对不对 是 可以上IHSS的网去看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provider 对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而且就是说像如果有一些父母他的就是政府提供给他 就是他这个小孩的需要他的这个hours很高 我不记得超过多少 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两百多个小时 如果说这个小孩 两百多是一个月还是一个礼拜 一个月 一个月两百多个小时的话 那这个provider如果是假设是妈妈自己本身他照顾这个小孩一个月政府提供给他是超过可以超过两百 我不记得那个exactly number 但是政府就也一样会提供给这个provider 所谓的medicare 对所以其实福利很好 对真的很完善 对所以找工作了也可以考虑或是说家里有这样需要的真的要去申请不要放弃这么好的福利对不对 对对那除了保险IHSS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其实还有所谓他们就是有所谓的group home 或者是像22岁之后会有所谓的adult program 那这些其实就是都是under在这个加州政府的所谓的社会福利里面 对那因为有像我们的孩子可能他没有办法就是去上了大学之后可能没有办法找找工作 那他们其实如果说你是有就业能力的他们也会就是说评估跟学校一起然后评估看看可以把你的小孩送到什么样的机构去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所以这是adult training的部分 嗯长大之后对那还有就是我刚提到的这个group home的这个service呢其实也是这个没有分年龄就是看你的需要对那我想这个就是又回到regional center 他们会去评估那我知道有一些父母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就是可能要在外工作没有办法照顾这个孩子那他们就会帮小孩选择选择这个合适的group home 所以他会帮你match吗还是你需要自己去找你可以去visit但是他们会找你需要的对不过这种就是我想也是可遇不可求但是政府是for sure他会提供但是有没有办法match到很好的话那我觉得就是yeah by chance 但是就是group home所谓的group home是什么就是这个孩子可以住在那个那个group home的mom的家里面对那有有不一定有的人是可以照顾三个到五个depends那个group mom的他的房子的大小有多少 所以是一个人家的家不是一个像机构这样没有没有没有是一个一个人的家里对那这个妈妈就会帮帮你照顾但是这个妈妈也是被这个加州政府所要认可的 对对他们都会做过身家调查啦什么的这样子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有这样机会可能不是那么多对不对而且你如果要找离家近啊各个方面的对所以有大概有多少的比例会在group home里面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但是就是因为我儿子现在已经已经满18岁了对所以我们今年跟这个regional center的cast worker 谈的时候他就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service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考虑对然后就是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万一我们都会中老嘛所以那如果说这个孩子本身没有sibling或者是说他就是就是或是他sibling在外周没有办法照顾他的时候 对势必这个孩子就得要到group home去对对那那就是其实今年我跟我的cast worker 这个我们也就是比较都已经过了50岁然后孩子也比较大所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跟小时候不一样对所以就是我们也问了他说万一我们中老的时候他就说你放心因为他的cast已经在这个regional center里面他们就会一直照顾他到中老 浓妹了他有没有家人在所以case worker就会进来就会介入我儿子的就是这个special case的这个状况这样子 好像我们传统的想法都觉得说就是只有上学学校会提供很多的福利其实就算长大了毕业成人之后还是有很多的福利在对不对 其实我也是一直到这几年我的孩子比较大的时候我的cast worker告诉我这件事情我才知道原来原来就是政府其实会一直照顾他到中老对对 然后刚安妮还问了就是说还没有什么社会福利对就是我也是觉得18岁的时候我的cast worker也告诉我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这个social security的benefit 但是必须满18岁所以满了18岁的时候我就带着我的儿子其实我想你应该应该是17岁17岁多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进行去开始去查这些资料那18岁的时候就可以去apply 那要去哪里查大概上哪些网站查就是直接上social security的office对你先上网查然后就是就近到你的social比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麻烦 因为你也知道social security你打电话或什么都要等很久所以我们是直接到办公室去拿号码牌去等对 但是你一旦申请好之后social security就是一样他有他的数额但是我不是很清楚exact the amount但是我儿子现在每个月都有在领这个所谓的social security的补助金 所以他有8岁之后就可以每个月零这样子的补助金 那这也非常的好耶 很好啊很好真的很好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等于是他没有这个赚钱的能力嘛 所以社会就提供他一个这样子的生活上的补助 对其实你刚刚提到那个赚钱的能力其实adult training也是在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有这样子就业的能力对不对 那adult training的program大概是怎么work大概有些什么 你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一个adult program真的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最近也开始在visit 那就是每一个孩子的才能也不一样 他能够适合去的地方也不一样 那像有的小孩怕吵 所以他可能就所谓的adult program 他有的是比较属于就是帮你白天照顾他 对所以有两种不同的对不对 对因为他学校毕业他没有他就没有地方 白天没地方去 对可是可是就是爸爸妈妈要上班啊 那有时候你可能找人进来家里可能开销太大 对那如果说有一个adult program你可以去的话你也安心 因为他们也都是一些义工很乐意就是去陪伴这些小孩子 对那我们华人有一个有一个机构办得很不错也是一个adult program 就是那个华人特殊儿童之友就是FCSN 他们也有提供所谓的这个adult program 太好了 对所以就是如果就是我们的华人朋友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search这个FCSN 对 去search就是去看看他们的这个adult program 对那这个是就是比较是白天提供他们有一个地方去的 那另外一种可能是在技能上的一个培训是不是 技能这个的话呢就是我自己不是很清楚这一块 但是因为学校的教育是到22岁 对跟跟这个一般的小孩不一样 对那所以就是像我儿子现在在上大学 那他本身他自己很会画图 对所以学校有提供他这个所谓animation program的这个培育 那其实学校学校为什么愿意这样就是也是如果你训练他他以后可以的话 可能这个这个餐厅或者是这个supermarket 他就愿意长期让你的孩子在那边打工 因为我想你可能有时候去像说一些supermarket 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在收shopping car 或者是在帮忙放一些或是整理货架 对你会看到一些是一些特别的孩子 对所以就是他们都是因为有经过学校 然后经过这个program的训练 然后先建教合作 建教合作送进去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机构都有这样子的机会提供给这些孩子 对我觉得美国其实蛮friendly的很多餐厅像我上一次去一个pizza店 他就说他有固定的名额是给这样的孩子工作 对太好了 像这样子的机会是你需要自己去找 还是就是说学校啊或是你刚刚说的那个case的那个负责人 会给你们很多这样子的资讯给你 我想我们自己找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商家愿不愿意 对那基本上是从高中的时候学校开始有这个所谓建教合作的训练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帮我们去match这个适合孩子的这个场所 工作场所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很放心对不对 对 因为学校就会帮你安排 对 你不用自己很辛苦到处去找 对对对 可是会不会有一些社会福利可能大家不知道 然后没有自己去申请就没有了 我想像这个IHSS还有所谓的social security 应该就是很多人不是很清楚 对像我自己的话就是 因为我身边有special needs小孩子的家庭比较不多 所以其实 而且可能都还小喔 还没叫这么大 对那其实在申请当中还是有一些小tricky 那但是呢就是真的就是提醒观众朋友就是你真的一定要去问你的case worker 就是regional center这个case worker 他其实是handle everything 对 只是说虽然你要自己申请 但是他是需要provide你很多information的 他可以帮很多忙 对对 所以你要是有任何问题 真的就是写email去问他 所以在申请的过程也很复杂吗 蛮复杂的 大部分都要差不多三个月左右 所以你刚刚会建议说18岁开始零的话 你可能是7岁就开始研究开始准备 对因为你需要一个prepare的时间 因为过程可能不是像我们想的 丢一个申请表然后就好了 对我这样忙下来大概至少超过半年以上 哇真的是蛮长的时间 对尤其是 大概会需要哪些资料 就是一些很基本出生证明啦 孩子的social security 对 然后家里的爸爸妈妈的这个所谓的收入证明 对然后 所以如果说就是收入有门槛吗 有有安问得很好 然后还有孩子本身 就是说可能每年的收入不可以超过多少 因为我们知道有的小孩子他比较有能力 他可能从小就开始打工 对所以他们就是 我想这样的孩子真的就不需要再有这些补助 因为他有这样子的能力是不是 可是有的是handicap 对不对 像我儿子是属于比较心理的 可是有的孩子是handicap 他其实是有工作能力 但是他还是需要这份补助 对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get a full time job 对所以就是 所以他们也是会看收入 收入上也是有一些门槛 对 对 主要是那个 主要是那个 就是那个叫做beneficial 就是那个 拿 受益人 受益人 对主要是这个受益人本身的收入 他会看 对 那这个的话其实你就是都上网去查 他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对 只是就是要慢慢的收集这些资料 要准备好 对 然后去申请也要一点时间 所以真的是越早开始准备是越好的 对不对 是的 那其他还有什么 观众朋友们可能没有想到 还是什么 你觉得叮咛他们可以注意的 我想先讲一个跟社会福利没有关系 可是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一些小孩子 小孩子是没有 就是他们是没有那种认知能力的 那我所谓的认知能力就是说 例如说 因为在美国18岁就算成年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说 就算是我的孩子被Diagnosed是自闭症 然后Case Worker也都知道 他其实是没有所谓的执行能力 但是美国因为尊重人权 所以到了18岁的时候 他们就会要要求孩子要自己签署所有的文件 但是他没有认知能力怎么来签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在差不多孩子16岁多的时候 我的Case Worker有提醒我 所以我们就要去申请一个所谓的这种 我不太知道中文怎么讲 但是他就是那个 你要去申请你是成为他的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 对对对 所以就是那这个是真的要找律师 你自己可以办但是蛮繁琐的 那因为就变成你还要去跑法院要去公证 对 然后要法官核准 对 所以我个人是建议找这个专用的律师 对 那你找这个专用的律师的时候 他就是一手帮你代办 对 你只要去的 第一次跟律师见面的时候 你把他需要的文件都交给他 对 然后之后再 他就会帮你约时间 对 然后你就陪着他一起到法院 那法官就会 那孩子是一定要带去 法官可能也要看 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在任职上有困难 对对对 他会给他一些interview这样子 那他就会知道 所以这个process下来之后 以后你的孩子 他的签名就是无效的 这是为了保护他 因为他开支票或什么的 或是随便有一个人拿了一个东西 故意要害他 要他签对不对 所以就是设一个法定的代理人 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想提醒观众朋友就是说 真的 大概16岁半的时候 这个process也要蛮长的 有时候可能需要到 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真的蛮长的 所以要及早开始准备 对 不然一旦18岁的时候 因为包括他卡IEP 你只要没有这份文件 证明 他就得要自己签吗 对 他就得要自己签 因为学校得公事公办 对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个麻烦 就是提早准备做 这很重要 这是很好的提醒 对 今天真的很谢谢Ronnie来 我们节目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提醒 相信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受益 谢谢Ronnie 不客气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 有朋来访不亦乐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有朋来访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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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来访不亦乐乎